哇!這個靴子超級讚的耶 哇!這鞋子很讚耶 要是一番賞 每一隻公仔的鞋子可以做這樣子的話 那就好了啦 齁齁 歡迎來看KT叔叔公仔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這隻萬代七龍珠 G-MATERIA特效件系列的黑悟空啊 哇!今天為什麼突然會來開這一隻呢? 哇!這個就要感謝我們高雄的忠實觀眾 方先生 哇!他贊助KT叔叔這一隻 他說贊助這一隻讓我來做開箱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啦 哇!那在這邊就歡迎更多的七龍珠公仔同好們 如果想要贊助KT叔叔來開箱的話 歡迎跟我聯絡 聯絡方式我就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都可以透過IG的訊息來跟我聯繫啦 好!那這一隻黑悟空 他其實是在龍珠超裡面的角色 龍珠超有好幾個篇章 其中一個篇章叫做 未來特南克斯篇 未來特南克斯呢 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大特啦 他是那一個未來的那個時空的人物 而且他是別的宇宙的實習界王神 那他有一次看到悟空 然後就對悟空的身手 對他的實力 就是感到 就基於他的身手跟實力啊 然後就跟超級神龍許願 來交換身體 所以才變成悟空的模樣啦 好!那這一個篇章呢 實際要聊的話 其實很難三言兩語就把它聊完啦 這個篇章我蠻推薦 沒有看過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整個龍珠超好幾個篇章裡面 我覺得這個篇章是最燒腦的 劇情最緊湊的 簡單來講啦 就是最有料的啦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 馬上就來開箱喔 GO! 哇!讓大家看一下 製作 底架 上半身 下半身 然後他的特效件 還有他的手 哇!分件非常多喔 好!趕快組一組 喔!我剛剛在組的時候發現有一個失誤 他這一隻一定要穿過他另一隻手 然後再把手給組裝進去 然後再把他這個 像鐮刀的這個頭給裝上去 這部分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有購買 有想要收這一隻的 可以自己注意一下 但是這個好難裝啊 就是這樣子啦 哇!我覺得這個整個組起來 他的動作再加上這個特效件 觀賞性非常的優喔 好!那我剛剛量了一下 整體含底座高度大概是26公分 如果只算公仔本體的話 大概是23公分 所以他其實不小喔 那這一隻啊 我覺得他整體的做工 真的是不錯耶 之前 竟然沒有收到這一隻 哇!好!那我們接下來 還是要一一的看一下 各個部位的細節做的如何囉 喔!大家看一下這個頭雕 如果我看過的話就會知道 這個相當的還原啦 因為他是壞人 雖然說他長的是悟空的模樣 但是他是壞人 所以他整個是非常的邪惡啊 這個表情相當的邪惡 相當的還原啦 然後你看看他的瞳孔的顏色 是不太一樣的 對不對 然後頭髮 為什麼他的頭髮會是粉紅色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本來是實習界王神 也就是說他不是一般人 他是神 所以導致他在跟悟空交換身體之後 他變身 髮色跟一般的賽亞人 變身髮色是不一樣的啦 這個是他頭髮顏色不一樣的原因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耳朵 這個耳環 就是波塔拉 沒有錯 借王神他們耳朵都會帶的這個耳環啊 哇!整體的臉部細節刻畫 相當的不錯 頭髮也很讚 而且他的頭髮看起來 是有一點點漸層的感覺 末端比較白 比較髮根的地方就比較粉 對不對 喔!做的不錯捏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身體 這個衣服啊 很特別 他這個有 泛出一點點的這個紅光 還是有點紫 就粉紫粉紫的光 應該就是這個角色 他所散發出來的那個光 所以他也在整體的塗裝上做出這個樣子 就有點像喔 悟空啊他使出界王拳會有那個紅紅的那個發光的感覺一樣 那整體衣服呢 細節啊 我覺得也是做的相當的棒啊 該有的皺褶都有處理出來以外啊 那我這個刻畫 有沒有 相當的好捏 哇 我覺得蠻棒的 真的蠻棒的 真的蠻棒的 以預購景品來講 一隻三百多塊錢 做到這樣 真的相當的棒 然後下半身的衣服啊 就是因為他跳起來 所以有點飛起來的這個樣子 然後這些皺褶 還有飛起來的樣子 都做得相當的好 那這邊也是有那個有一點點 粉紫粉紫的光啊 相當的棒 然後腰帶 這裡處理的非常的自然 喔 蠻棒的 目前看起來好像都沒有什麼好挑的 然後這一隻啊 他的手啊 顏色啊 比他臉的顏色還要再稍微深一點點 不曉得是什麼用意 好 然後這個戒 這個戒指 這個叫做十之戒啦 就是戒王神才可以戴的這個戒指 好 好像是戴了之後 就可以穿梭不同的時空啦 這一個篇章喔 我記得看著看著 都有一種在看那個 Marble Studio的 奇異博士2的感覺啦 還是那個影集Loki 這整個超級多元的時空 多元宇宙那邊穿梭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衣服啊 黑色的部分 這一件應該是比較緊身一點 所以肌肉線條都有呈現出來 然後基本的皺褶啊 細節的刻畫 真的很優欸 超級優質的 我們看一下 超棒的 超級棒的捏 下半身 褲子的部分 整體是用一個深灰色來呈現 那下半身的褲子 也是該有的皺褶跟刻畫皺做出來 那也許因為顏色比較深 就沒有在做什麼深淺色的處理 那靴子的部分 哇 這個靴子 超級讚的欸 哇 哇 欸這鞋子很讚欸 哇靠 這 要是一番賞每一隻 每一隻工彩的鞋子 可以做這樣子的話 那就好了啦 欸這鞋子很讚欸 皺褶啊 刻畫 相當的好欸 哇靠 喔這鞋子真的很讚 這分模線清楚一點 還OK啦 無傷大雅 一隻三百多塊的預購景品 這樣子OK啦 鞋底也有一些些紋路 哇這隻真的超讚 這隻超讚的 哇靠 三百多的景品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物超所知 相當的讚啊 哇 這隻七龍珠萬代預購的景品 G-Materia特效件系列 黑悟空啊 本名是扎馬斯啊 他因為這個角色 還有這個姿勢的關係 可能我們要放一個俯瞰 就是看下去的一個角度 看起來會比較讚 喔那整個開箱起來 真的很 真的非常的讚 完全出乎我原本對他的預期 那我剛在包裝上看了一下 這個是2021年4月推出的產品啊 哇靠 竟然這麼久了喔 不曉得這隻有這麼久欸 還是他上面寫的其實不是推出日期 不曉得欸 總之 哇 那我們又得到一個結論了 G-Materia 其實一直以來 應該都是做得不錯的 不是只有最近的不錯 因為最近就是 16號嘛 人造人16號 這個好久以前的 做得也相當的讚欸 做工啊 完全不輸一番賞 哇 細節啊 處理得相當的到位 如果喜歡一些 比較不同姿勢 比較有動態的感覺的 公仔的玩家 收藏家們 滿推薦這個G-Materia系列的啊 那我們再一次感謝高雄的方先生 哇 贊助KD叔叔這一隻公仔 來拍攝開箱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啦 等一下我就把它收一收 整理回合 來找時間再還給他這樣子 好 喜歡KD叔叔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KD叔叔的頻道 幫KD叔叔的影片點個讚 分享給你的七龍珠公仔同好們看 KD叔叔都會非常的感謝你啦 那如果有什麼想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留下你的看法喔 好喔 那我們就現在一隻開箱影片見囉 掰掰